各位朋友,大家好 《落报》我不讲场,又和你们见面了 我是余荣扬,身边同样有郑仲辉 余叔你好,辉哥你好,大家好 我们看看澳门的疫情,整整整又增加又确诊 不过本地所爆发的都没有,全部都是输入的 而本地有四百多天都没有由澳门自己本身爆发出的 不过邻近地方仍然是要我们提高警觉 虽然都没有那么严重 一个是广州,一个是佛山,远一点有深圳 那么近日情况,我觉得是磨换了 因为我听数字,凭数据,亲实的东西我就不知道是怎样的 但我有些的看法,辉哥我说出来,就抛砖引用的 就是认为现在又要健康码,要求一些长者和儿童 他没有手机的,但有些他有生活上的麻烦 比如他小孩,爸爸给他小钱,他妈又要做事的 他中午可能要去附近食肆吃东西 他九岁而已,刚刚可以自顾 就是去学附近吃碗白粥也可以 但你食肆未必让他进入,他手机又没有 那怎样呢?可不可以折冲一下呢? 那我就想,由上学那里折冲先 但现在上学是要看的 那不一定是很严,他有权看的 但是可不可以,其实不用那些儿童去做健康码呢? 嗯,我想就有两个方式 就是呢,如果你说站在整澳,整澳的市民 都去支持这个健康码,这个角度去看呢? 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折冲的办法 不是一定要他找个电话,去按那个健康码出来? 我直接说,我认为呢,非高等教育 就是由高中一路向下的,去到幼稚园的 那些学童,他如果是跨境的学童 就是住在大湾区,包括住在珠海下湾 中山的坦州,回来很快 那他过境是受了这个越澳过关的限制 是要有48小时有效的核检 很严格的,是不是?很严格的 那我认为就不用健康码了 再说要健康码,他是自己输入去的 或者他父母输入,输入个电话 主要是两个项目 一个就是没有以上的症状 一个就是没有去过什么地方 那如果他有去过的地方 就怎样了?没有去的 他在二次街出现,买街边的东西 你都不用他出事件都说的 是有个室内要的 那是不是免了一个麻烦? 因为主要是因为疫情不是太重要 那如果某些消息突然间有的 例如最近某一间饭茶吃饭的地方 就是出现了员工被怀疑可能有些问题 那结果又追回食客 食客听到有成为数400个 那如果当局查到 原来食客又认得陈泰文 那天带了个子女来 所以查到陈泰文的子女 就读性屠杀 中学 那便通知学校 你喜欢有个学生 叫什么什么 就针对性去处理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健康码 有时可能是妖民 除非现在又出现了 在大湾区 某个地方有200人 某个地方有300人 那你就要害怕 当然我想所有的措施 越是紧 我们的保障率越高 这个是成为一个正比 但是需不需要紧得更重要 譬如你很简单说一件事 有些事情是知而行难的 譬如上巴士 你要健康码 那当然现在已经成为一条法律币 他希望你要 但是他没有硬性规定要看你的 而巴士的车长是有权问你的 所以一样 这个呢 巴士的车长可以豁免你 就是他不看你 不是豁免你 他不看你 但你给了个权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这个范围呢 他没有各个执行 就没有属于妖民 但换句话 把同样的道理 把同样的道理 放在中学生以下的学生 可不可以用这种意识去做 我说的探烈不可豁免 因为有些人觉得自己没有事 原来探烈 你新的手可以探烈 找那支看溫窗可以探烈 原来他38度 那就有事了 因为呢 就是探烈呢 骚扰那个被探烈者 其实不是那么严重 你一走过第一只手就行了 但是如果 不用说有个手机 你不需要一些的 就是条件 一些条件 你才做到 但是我们刚刚说到 除非你说呢 所有的 就是没有手机的人 就是 这个包括老人家 包括 就是很小的小朋友 他们都是没有条件有手机的 好了 这些人呢 如果你是一定会认为 他是有这个健康码 才是对大众安全的 可以给他们一个设施 或者给他们一些卡 专业为没有手提电话的人做的 那 你只是有两个方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就是 刚刚我说的 我又再问你 另外一个就是 他又说好像巴士那样 豁免了他们 我刚刚说过 在二次街出现 很多当后 不需要你的健康码 那有些有条件的 大间的酒楼 或者快餐店 可不可以撥一个区 给那些 没有手机显示出来的 你如果在这里吃 就不怕 骚扰到其他人 等其他那些人 查你的马 就在这里吃 安心 那有没有一个 拳移之计呢 嗯 就是说核酸呢 不是百分百 他可能做了核酸呢 都需要某些地方去看人健康码的 就是说呢 如果澳门全部要强制 執行健康码呢 一定可以 但是是不是 妖民 我认为呢 出境没有厚非 因为你要对方的地方 接受你嘛 就是我们不只是 自己做事 但是自己的地方 就可以自己做事 那我刚才说 那个学徒跨境 你已经撤了他 不是跨境 他也是自己输入去 阿母 否 是不是 其实这件事 到今天呢 都不是那么强制性 要有个人 监管着你 查完你 最低限度 你的温度 不会超标 最低限度 所以 我又 想回头 2003年 沙士 就不是大家 上去拱北 要填一张表 其实呢 免得失事 个个都这么甜 陈福水 陈大文 当然 就不会鼓励人 但是这个事实 我说的是事实 有些人是这样的 是的 其实绝大部分的人 我敢说 都认为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这么多东西 当时 那现在 这个只不过是 转变了 由纸张 变成一个电子 其实的效果呢 都要看这个人 老不老实 我尽 还有 另外一个呢 他这里是有个容易的 可能会说 真的 你写了那句话 追踪 万一 你那堆人有 但是又没有这个功能 现在 学校不需要追踪 是的 你的学生 哪一个班级 中一 那就是这班学生 有人染了病 全班去查 刚才说 第一 就是测体温 第二 如果在堂上 听稿 有一个学生 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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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的 不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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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跟您说过,希望48小时有效的时间是拳之计 现在有些声音说,可能日内会改变,最好 否则太紧张,疫情不太严重,就阻碍游客来澳门,影响了我们的经济 影响了必须要进出澳门和内地之间的外固,其实他们的影响很大 两方面受影响,第一方面,老实说,当然这些是你情我缘的问题 愿意做这份工作,说你情我缘就不来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其实48小时验一验,他们受了三个不变 第一个,他们给多了钱,第二个呢 似乎当局都重顺如流,减价那里是减一些 其实最后都是,跟他原来一个礼拜一次有一段距离 第二个呢,现在有些是做避息子的 你两天要做避息子,其实有些人都觉得不太舒服 有些不安 第三个呢,是用了他们很多时间 虽然说现在呢,在拱北周围,包括澳门关闸附近 工人球场那里,都很方便去做 但是始终你都要用时间的嘛 所以变成,如果能够随着整个疫情的严重性减低 这些说话呢,好不好快快快把这个48小时回复回每个星期一次呢 是有没有这个条件呢? 我想当局呢,仔细要考虑一下 似乎啊,辉哥我们回想一下 要求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呢 反对声音不是那么强 就是觉得,又可以为大家安全着想 所以我都希望呢,好像你刚才那样提 我执问你喝水尾,希望快点回复 其实呢,这个我们都说过了 当然,做这个核酸呢 是比健康码更加实际的 就是更加有效的 那疫苗也是 就是三级的疫苗 但是我都重复再说 就是我们作为传媒人呢 就是有些场合又不能够说过度去鼓励去打 又不能够叫人不打 最好是自己因应自己的情况来到接种 同时呢,我每次都呼吁的 希望政府将那个保险呢 隐身到偶合,如果在某个时间之内发生问题 包括面探或者死了呢 都有一些因素金 那就可以吸引到人去接种 就是不用再拿层楼出来 不用那些 我现在听到这样 我希望当局 告诉我听,告诉你听 就是听到有某些人接种了之后 是过身的 但是可能就是偶合而当局不当他一个新闻了 那是不是有这样的 就是希望告诉我听 我想这个答案呢 都挺难说得给你听 因为这个呢 他告诉我听有人是这样 还是没有 他直接他都说了 是没有因果必然关系 我直接希望是没有 就是说 在最近 就说过几月了 就是5月1号到现在了 所死的人 他们都是没有接种的 譬如这么说 那我就安心了 是不是 再来这个呢 我经常都在这个节目 讲了很多次 就是说 这个 就是打了疫苗 会导致有不良的反应 甚至乎 嘔合死亡的 其实呢 这个呢 不仅是澳门 在这个世界各地呢 全世界这样有个比例呢 是我们 无可避免的这个东西 就是已经是事实 在这个科学的数据里面呢 是存在的 无可避免减少那样行不行呢 那时候的东西 避免减少可能会行不行呢 所以 就是 希望总之 政府呢 为人命 就是想想 大家 去配合政府的号召 去注射这个疫苗的说话呢 如果 政府能够 好像 可以 就是 辉哥 我没有问你 打了 未 亦都你不用回答我 那么早几天呢 我们 有到家聚会 有传媒人呢 我们 就不会说人家的名字的 有传媒人就认为 是 不要问人家 接种了未 给人家压力 我认为 都对的 就是 这些东西是 人家自己的 决定权嘛 你问了 令他尴尬又不好 是不是 你关心他 很多东西可以关心 就是这个呢 我们加多一样 我同意他的 我们加多一样 就是 譬如 你不要问人家的宗教信仰 譬如 你不要问人家投了谁去票 女的 一般就不要问人年龄 男的 一般不要问他 有多少身家或者收入 是不是 所以这些呢 我觉得呢 刚刚我所提及的 就是都可以呢 是令到支持 这个政策的人 安心 是 所以就是这个呢 政府既然 既然 他都有了这个政策 都说了出来 假设 如果注射了疫苗 有什么问题的 有多少钱的保险 可以赔偿回 这个不是叫赔偿 叫辅述回 应该 这个不存在赔偿的 我要问你 是 我们讲究没有呢 这一集 这一集我可以再讨论一点 是吧 是吧 随你哦 是 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多 是 我想呢 我想呢 就 呃 现在广州 和佛山的疫情呢 是 我听回新闻 听回内地的报道 已经是 慢慢的 舒服了 你信不信这些新闻 我当然要信 我当然要信的 知道吗 知道吗 就是你如果不计 就是你如果不计 叫三国洲 Delta Delta Delta三国洲 但是我看到内地还有一些说 印度Delta的别种 其实应该不要说地点了 是吧 它是整个名称叫印度三国洲的 整个名称 它整个名称不是这样 在印度出现的 有这样的 这个是正确一点的 但是你现在这样 就是 世卫 谭老哥 他改了Delta 就Delta了 就是都说了 没有再用 既然有中文译 我觉得 就叫三国洲都可以的 但是可能又怕 从中国某个三国洲 影响了三国洲 是不是 没有可能 不是他说八部达尔 在那边说八部达尔 那可不可以清楚一点 这些非中国的三国洲 搞定了 是吧 很复杂 现在就变成了 整个疫情 是不是受控呢 当然我都说 我相信他报道的 如果我不相信的话 我们凭空港 是更加 有抛我的问题出来 谭生 谭德塞 打了你 会不会 连任总干事 呼声 怎样 我估计 有些人就说不会 我估计他都不想做 再做下去 看过盆数 就很恶提 如果我是他 我也不会再做下去 会不会有翻他 翻他 会不会 不会 我这里 你看到香港的人物呢 在某些的范畴 做得挺好的 即是史未伦 做得挺好的 正院的范畴 或者是袁国勇去做 袁国勇还是农夫 农夫 即是农夫是谁 他有位子 扮过袁国勇 扮得挺好的 即是我想呢 这个呢 哪个做呢 是 哪个是坏的 不是吧 即是哪个做都难 哪个做都是 即是这个位 现在都是 即是三层位来的 你敢有 即是 其实这个问题 不容易解决 他太大了 那我又问了 既然 冯富珍曾经做过 那澳门可不可以有 澳门的人去做一下呢 即是包括 就是李展迅先生 那我想呢 就要 即是 因为呢 世卫组织呢 都是看国家的 是的 那冯富珍 你刚刚才 都当是国家的人 中国的 香港特区嘛 即是他差不多一个 一个轮选的制度 那你说 是不是都应该 给一下机会澳门呢 行不行 就是这样的反应 就是给一下机会 我觉得这个就 未必一定好合适 不是说澳门不合适 因为呢 就是陈冯富珍 代表香港特区 虽然他代表中国 对啊 代表中国 澳门抗疫做得好啊 但是呢 就是 如果 是不是给 如果你说 一定要是一个 中国人做的 是不是给回 内地的专家去做呢 那么变成澳门 就比香港人低了一段 那你可以考虑啊 譬如 李展鸣做又如何 张宇做又如何 都做过社会文化市市长 谭尊明做又如何 有时间你打个电话 就跟他们敬讨 问一下他们 就是愿不愿意 就是 背上这个烙手 烫手珊瑚呢 愿意都没停的 所以这个都是 都是挺辛苦的工夫 我想他们都 应付得到的 好 多谢 不咁 发了 不咁 明就会 明明 会 词